Lun Sang 老师 游戏 Virgin 球运 游戏 Virgin 疑惑 Burgin Virgin 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我特别开心 我也特别认这个队众 要带给你段对 七发曲的一次性命 好不好 我觉得我这个团里面少了一个活 我觉得我这个团里面少了一个活 我就感觉我心里面一下被掏空 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乘风破浪的姐姐三播出过后一直是很和谐的 这一季的氛围非常好 姐姐们都很可爱很有善 并没有像前两季那种针锋相对的画面 然而在第三次舞台公演结束之后 还是引发了许多争议 矛盾的源头是刘恋 她所在的家人组获得了倒数第二的成绩 而她的个人喜爱值是对内最低 按照规则她被淘汰了 刘恋的淘汰有些意外 因为她的个人实力还不错 人员也很好 她和于文文、薛凯奇、赵梦的互动也很好看 按理来说这样的人应该走到最后的 然而刘恋还是被淘汰了 其实前两季也有一难平的情况出现 但是从没有出现过第四名的队伍有人被淘汰 全怪第一名的情况的出现 这就好比我考了倒数第二的成绩 但是我没问题 全要怪第一名影响了我 这样的道理是说不通的 刘恋被淘汰以后 星星点灯遭到了全网的群潮 很多人质疑 家人那么好看怎么会输 星星点灯那么烂怎么能第一 其实这样的质疑是不合理的 因为刘恋被淘汰 和星星点灯一点关系也没有 家人只获得了倒数第二名 也和星星点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投票是实时的 我之所以斩钉截铁地说 家人的成继和星星点灯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因为这次舞台公演的票数是实时公布的 每一组表演完以后票数立即产生 而不是五组表演完以后票数统一产生 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 每一组单独投票的话 一位主观众投完二第一组 依然可以对后面的表演进行投票 也就是说每位观众最多可以投五次票 如果观众愿意可以每一组都投一票 而统一投票的话 就意味着观众只能在五首歌中 选出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进行投票 每位观众的有效票数是一 而不是五 星星点灯是第一组上台表演的 获得了全场最高的915票 不管她获得了915票 还是159票 都无法对后面四组产生半点影响 因为观众投完了星星点灯 还是可以继续给后面四组进行投票的 这样的投票机制是很公平的 你能获得多少票 全凭队伍的表现 而不是要看对手的脸色 二 星星点灯是烂牌 佳人是上上千 其实佳人考了一个全场倒数第二的成绩 完全是怨不得别人的 在第三次舞台公演的这五首歌曲中 绿佳人十一是上上千 无名的人重归重举 最烂的牌就是星星点灯 王兴玲当初在星星点灯和无名的人之间选择了前者 不是因为前者更好听 是因为他组了一支唱跳的队伍 只能选择一首唱跳的歌曲 这首星星点灯在选歌的时候 别说观众嫌弃他 就连其他姐姐都嫌弃 薛凯奇说 想唱跳的人都会去抢狱 难道有人想跳星星点灯 郑秀妍被其他队伍使用了消消卡以后 纳赢给他指了指星星点灯 意思是你可以选这首 结果郑秀妍看都没看就放弃了 队员朱洁静用摇头表示拒绝这首歌 就连首席舞者朱洁静都在拒绝这首歌 可见这歌有多糟糕 最终这首没人喜欢的歌曲被王心灵拿走了 而且在决定出场顺序的时候 王心灵的队伍从第四被人挪到了第一 要知道在比赛中 第一位出场是很吃亏的 王心灵的队伍被挪动了三次 最终手握烂台的他们 又被迫接受了一个很烂的出场顺序 这对于王心灵队伍的影响是很大的 本身歌就不占优势 出场顺序也不占优势 多亏这次的投票机制是一首歌一投票 否则王心灵的队伍能获得第几名 可就不好说了 再来看看佳人 把星星点灯和佳人随机播放给十位年轻观众听 恐怕至少会有八个人说佳人更好听 光是那一句都是进花水月哟 就已经足够秒杀星星点灯了 可以说于文文的队伍拿到了一张不错的牌 这首歌很好听 五位姐姐穿旗袍跳舞也很容易加分 试想一下如果让王心灵组表演佳人 让于文文组表演星星点灯 那结果会怎样 恐怕结果不堪设想 王心灵组有三大Vocal 两大颜值担当 能唱能跳 有实力有颜值 这样的五位姐姐穿上旗袍跳舞 还不把全场都给美翻了 光是张天爱就已经足够迷倒众生了吧 而于文文组如果表演星星点灯 那简直没法看了 这五位姐姐会崩溃的 他们并不擅长唱跳 佳人如此简单的舞蹈动作 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 如果两组互换歌曲 于文文组的结局会更惨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佳人获得倒数第二 留恋被淘汰了 都和星星点灯张不上半毛钱的关系 就算要找个出气头 那么排名第二的玉 和排名第三的无名的人 都是不错的出气对象 毕竟排名和家人更靠近一些 一个倒数第二 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怪正数第一 或许从自身找找原因 才是最好的总结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